上一次我打萝卜快跑的时候 车上还是有安排员的 这一次呢 说是完全是无人驾驶的 那么正好今天是清明节前一天 我尝试一下打车去高铁站 来了来了 往处那个转弯掉头的 里面就是 可以看到由于外侧有车超车 这个无人驾驶车呢就杀住了 不知所措 什么情况 这个车是全无人的 这回这个车真的是全无人的 前面是没有司机的 欢迎乘坐 罗伯快跑 你的安全我最在意 安全带一定要系好 它提示后排要系安全带 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别让我安心 自动驾驶车辆即将为您介绍 全无人乘车须知 要全程系好安全带 为了您的安全 请务必全程正确系好安全带 请全程坐在后排 禁止侵入前排区域 禁止触碰前排所有设施 好 它这里让我们来 行吧 我们看看路线吧 自动掉头 听说这个车会 被很多路上司机吐槽 因为它是完全严格的按照交规的 所以就会发生这种 别的车要并线加塞 保持安全距离它就让 它让了以后呢 后面就是隔壁车道的 就会并线加塞的更严重 结果在它正后方的司机呢 就会受不了 再说一下这个预计时间啊 上一次做有安全员的时候呢 预计的时间是完全不准的 预计是大概66分钟 实际花了两个小时 这一次的话现在预计是31分钟 我看看这个准不准啊 关于车道选择呢 感觉它的这个算法也是在 随时在变的 刚才我想往左车道变 变了一半又变回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车它没有开空调 热闷热 好吧是我错怪了这个车 这个车是可以开启空调的 需要自行设置 我说刚才那么热呢 现在我们还在高兴大道上面啊 坐这个车里面很拉风啊 左右的车我刚才在堵车停车的时候 我看别人都在网络这里看着 左边有车要并道 然后可能是检测到了危险 就是无证照的停车了 如果是人工驾驶的司机的话 这个时候肯定不会让这个掉头的车 肯定是直接就冲过去了 选择了向左边道啊 又切回了第二车道 这我就不太明白这个 这个车就有好几次这种情况 前面这个车是加塞的 你看你把安全距离留的足足的 然后别人就越加塞跟的越紧 哈哈 森武城这个路口摩测呢 有上十分钟都没过 不知道前面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难怪了前面是发生了车祸 那个有两张车正在口子这里 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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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接下来我要考验一下 路况有点复杂别怕有我在行程 能仍再继续请您静好安全带 好第一个考验就到了 看看他能不能处理这种情况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可能是远程的安全源接管了 还是现在是准备变道 我还准备在车机上找联系的时候 结果突然这两个车好像开走了 一路又通了 好吧 今天第一关算是运气好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肯定是应付不了这种情况的 刚才说远程驾驶好像远处的这个驾驶员因为他不在现场嘛 这个方向盘是左摆右摆都不敢走 好进入下一个挑战啊 现在要从主干道切到辅道里面上那个环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刚想说在这种情况下辅道上的车肯定是不会让的 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就是被一辆车给变很久的情况 感觉机会又变到最后变到道上了 不错 接下来的这一段都是快速路啊 相对来说应该会好一些 准备上山道 接下来全程都是在三环线上的 下一个挑战就是要切到主干道上 路况有点复杂 别快有我在 但是这个时候很明显主路上的车是不会让的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找一个机会 估计又是被远程接管了 这个时候就被堵在这个主道和辅道之间动不了 这等于说是现在是有这个远程驾驶员呢 现在显示行程已恢复 前面又要遇到一个挑战 因为是要从杂道汇入主路啊 就我有个预感 前面汇入主路的时候可能又会需要远程接入 好现在是汇入了 然后前面也堵死了 所有车辆开始归宿移动 这必须要从这条线切进主路才行啊 大概是想从这切进去的意思啊 哦哦哦哦在往里避 嘿嘿嘿 完了 现在右边是一辆大车啊 这边动弹不得 因为左边的车是不会老老实实的放这辆车进去的 所以他只要一检测到左边的车 有车要接近 他就往右一摆 右边的那一条线呢也被车堵上了 这走着转向灯打的 你看有什么用 后面车根本就不会让 我靠这大货车牛逼 直接就从应急车道上冲过去了 你看啊 他把安全距离拉得非常开 这等于招呼着别人的车辆往里面加塞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这前面离得多远啊 对你看着 你看着你看着 别人不就加塞进来了 就这辆车加塞啊 然后又换成了这辆比亚迪又加塞了进来 你看左边那辆 啊 黄石牌照的奥迪坑吃 又加塞进来了 那个比亚迪又加塞过去了 快骑过来了 看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把车装了 装了出租车吗 你看我右手这辆蠢蠢欲动 准备加塞的车 就差把加塞两个字写脸上了 他还真会找啊 就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肯定会让他 行了吧 总算先到了这个 装子这了 短期内也不会有车 从右边加塞进来吧 既然堵车啊 就放放歌 可以 一行幻影 两个人互换了车道 这上就是单车道了嘛 你看 他是怎么样和后车较劲的 我前面这辆车估计啊 他要右转 我去 前面那辆车好疯狂 这个情况不妙啊 这一排打着左转向灯要往 要往里面加塞的 那 等一下肯定是要被压制的走 走不动道了 我看这个样子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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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亮衣呢 就是头接尾尾接头的往里面冲了 看直接停着让他往里插 你看要插队 请赶快插队 所以这个社会啊 就是老是人遇到不老是 就是单方面吃亏啊 当别人要往里插的时候 这个车连火都不大 那又是一辆 等这辆进来 走远了 再慢慢跟上 啪别人又是一辆 胡进来了 你看两辆车一千以后 同时便到进来 马上还要 马上又要进来一辆吧 前面 寻找目标了 小货车也压了进来 终于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啊 就是切换到了左边的车道上了 因为前面又是一个河流车道交替通行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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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太清楚 为什么要和前车拉开这么大的车间卷 封了吧 到最后一辆了 它切到最底侧车道了 那等一下下这个三环线的时候 再一路变道变过去嘛 有惊无险的变道啊 最右车道啊 那么这次的行程算是 平安到达 可能算平安但不能算顺利啊 现在已经5点20了 也就是说 原计划 30分钟这个 能到的路程 花了一个半小时 一开始 的路程 一开始 那边的路程 现在转开 一开始 了解 可能是 十分之不疑 了解 真的 能获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